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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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现天数就会得到净营业周期 叫operating cycle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net operating cycle叫做净营业周期 那就是我们把 应收账款收线天数 加上销货天数 减掉 复现天数 就得到营业周期 所以我们到时候这些都可以算的 那你只要知道 这代表是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推出这相关的数字 那一样呢 所以我们在讲存货的时候有讲过 这个销货天数 然后讲应收账款的时候有讲到收线天数 这是流动资产 那非流动资产就是我们这边第九章讲的 那第九章讲里面的固定资产呢 会提到什么呢 它会有固定资产的周转率 就是450页会去讲周转率 然后周转率 可是它不太 它跟我们的收线天数或销售天数不一样 它不会去算应收账款的天数 不是 不会去算固定资产的天数 我们只会去算 这个固定资产周转率 我们要知道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目的就是 我们说了 其实我们在做财务报表分析 请大家记得 所有的财务报表分析一定要比较 所以一定是自己跟自己比 自己一定不会跟现在自己比 一定是自己现在跟以前比 或者自己跟同产业的比较 所以当我们在做财务报表分析 请你记得 未来尤其是财款系同学 你们会有一门必修课 叫财务报表分析 那一定是做比较 好 我的分析一定要去做比较 才能够有比较具体的意义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周转率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在讲说 在做财务报表分析里面 就会有一个固定资产周转率 我们算固定资产周转率的目的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跟同产业去比较 我有没有我个固定资产 我买那么多的固定资产 其实我的output 我的产出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表示你一定有闲置资产 所以我们会做固定资产周转率的计算 那我们说的其实在会计里头都不会跟你讲说 我只告诉你怎么算 但是我都没有去告诉你 你怎么去读它判读它 因为本来财务报表分析本来就很难 你从一个数字或一个比较里头 就去推论出所有的概况出来 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资料 那所以450页里面有一个分析 分析里面就讲到的一个什么 access turnover 就是固定资产周转率 或者是总资产周转率 那它计算的方式就是我的销货 我们的公司的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产生收入 所以收入去除我的平均总资产 如果是total assets的话就平均总资产 我可以算总资产周转率 我也可以算固定资产周转率 那这一张应该目的是要讲固定资产周转率怎么算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呢这一张里面呢 这个450页就谈的是固定资产周转率 那我说算这个目的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公司投入了很多的固定资产 它一定要落干十日才会什么 才会回收 好那我们就要去看你这个 你投入这么多的这个设备或者是固定资产 有没有造成你原来投入的目的 也就是说要看你的周转率 所以跟你投入这么多的资产 你的output就是你的收入了多少 去算出你的固定资产周转率 那我们只是说前面讲应修账款周转率 存活周转率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从周转率去推出它的天数 那唯有我们固定资产周转率 我们没有去算它的天数 我们不会去算 基本上不会去算这个天数 这是450页 那到底它是怎么用的 或者是它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会在最后一章的时候再给第十四章再跟大家谈 好就是第九章 好第九章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呢没有带大家看课文内容的 就看到课文写在什么地方 就课本的第几节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把最后把它补充上来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九章 第九章其实是还蛮算是蛮多的 那我有补充一个资产减损的问题 好请你一定要自己去找相关的资料去把它做练习一下 好 好第九章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要讲第十章 好第十章呢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第十章讲负债 好那我们分成流动负债跟非流动负债 那流动负债呢我们今天会把它讲完 因为流动负债比较简单 好那非流动负债呢 它就比较多一些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什么叫负债 当然就是过去的事实已经发生了 而产生了现实的义务 就是现在或未来的义务 那我们呢这个 那这个义务如果要把它清场掉的话 一定要什么 动用到资产 就是动用到企业的经济资源 好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负债 好那所以第一个要先去谈什么叫负债 好那我们刚刚谈到呢 我们的负债里面有流动负债跟非流动负债 好所以481页 好先看一下呢 Liabilities 好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说 这一章里面的负债 我们把它分成流动跟非流动 那哪些是我的流动呢 好 没有 他这个内容里面呢 就是说 什么是流动负债 然后这里有举了四 应该是什么 四项的四个 四个会计科目的流动负债 那我会补充 我会再补充一个 然后呢 另外会谈一下 流动负债什么情况之下 我可以不必视为流动负债 好这个是我们会补充的 那我东西已经把它挂在那个网袋 我们今天待会会带大家看 那非流动负债呢 这一章节里面呢 主要是谈的是公司债 所以这一章呢 重点其实是放在非流动负债的议题 好 那什么是流动负债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 先去定义什么是负债 负债就是指过去的事实 过去的事件 好 然后呢 会造成我们现在或未来 有支付的义务 那这个义务呢 的支付或清场 必须动用到企业的资源 经济资源 所以我们叫做负债 那什么叫做流动 好跟我们在讲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的概念很相似 流动就是指12个月之内 好 就12个月之内 会动用到 经济资源去清场的 我们叫做流动负债 好 所以流动跟非流动 主要是用时间来判断 好 如果是长于12个月以上的 我们叫做非流动 好 那所以呢 这边呢 就开始谈这个 什么叫做流动负债 那基本上呢 当然先从负债的定义 去了解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看 他的偿还的时间来判断 那我们的流动负债 大致既然就是说 流动负债就是指12个月之内 必须清场 而且动用到经济 企业的经济资源来清场的负债 叫做流动负债 那流动负债 根据他的 确定与否 可以分成确定负债 跟估计负债 好 那确定负债呢 比如说我花 我 比如说我们谈的负债 应付账款 就是一个负债 流动负债 但是非常典型的负债科目 应付账款 我买东西 我买了商品进来 准备要卖 我产生应付账款 那这应付账款 它是一个确定的负债 因为我们的交易条件 就已经讲好了 我卖给你多少钱 好 这个都已经讲清楚了 所以这是一个 确定负债 那如果我开了票据给人家 给卖方 我产生了应付票据 所以这个是什么 确定负债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我的负债 可以分成 流动负债 可以分成确定的 金额 已经是白紫写黑字的 或者是很明确的 我们叫做确定负债 另外一种叫做估计负债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482页 其实事实上 课本上面呢 481页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课本上给我们 呃四个 四个流动负债的 会计科目 好 比如说大家回过头 看481页的左边 Current Liability Notes Payable 好 然后Sales Tax Payable 还有Unearned Revenue 还有Current Maturities of Long Term Debt 好 这四个 是我们的流动负债的 会计科目 那这四个 都算是确定负债 都很明确 应付票据上面写 我要付给人家多少钱 他就是多少钱啊 好 那我卖东西产生的 所谓的那个 销售税 好 货物税 所有的就是销售税 那他就是一个明确的 好 那个我们的税率是多少 就是多少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话呢 最近这个新的政府即将上台 好 然后呢 因为要推行长照 整个长照的 长照法吧 那所有的一个 这个法源呢 可能就需要一些财政的支援 支支助 好 所以呢 记得当时候呢 有提到 我们的营业税 现在知道大营业税 知道我们的营业税是多少吗 营业税是多少吗 税率啦 税率 营业税的税率 好 营业税的税率是5% 好 然后呢 最近呢 这个 应该是未来的 不是未来 就是即将上任的那个 格魁呢 林全奖 我们营业税呢 可能会调涨0.5% 就5.5% 好 那大家有留意到吗 这个 日本 它的营业税 调涨了多少 从 应该是去年调涨的 好 去年的营业税增加了 从原来的 也是好像5% 5% 然后呢 它调了多少 调到多少 现在的日本的营业税是多少 哎呦 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些事情 未来都会跟你们有关系的啊 好 从去年调涨调整为8% 从5调到8 好 那本来今年 预计要提到调到10% 好 所以他们调的幅度很高 所以我们从5%调到5.5% 算是很客气的了 就说 很 很很很很很小的幅度了 好 好 所以这个税呢 就是一个确定的负债 好 就是确定的 你 反正你卖了多少 你确定就要缴多少税 这也是算确定的负债 好 这是营业税 好 那我们这边也会去谈到这个问题 但台湾其实除了 呃 有一个营业税 其实还有一个货物税 但是 呃我们 呃 消费者比较能够看得到的是营业税 好 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营业税 好 那大家 好讲到这边 大家先先聊一下好了 大家都有拿过发票吧 哎 今年这次发票有没有人中奖 没有 没有 没有中吗 还没对 还没对 好 你看你大部分拿到的发票 就是收银机的嘛 你去超商买东西 他给的一定是收银机的发票 那收银机的发票呢 基本上来讲 呃 呃 呃 你们去买东西可能都不会有人问你们说 要不要打同编 同一编号 好 你们去买东西通常不会问你 但是未来如果你是去帮公司 好 买或者是你到 你帮学校 假设你有在学校打工 然后学校呢 可能 呃这个 同仁说 哎 麻烦你去附文帮我买个什么文具 他就会教你说记得要叫他打统一编号 好 那学校呢 是算机关团体 所以这个打统一编号 比较没有什么功能 他唯一的功能就是证明 这个支出是为了这个 呃 是这个工 哎 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可能就 这个机构啊 不是单位喔 这个机构 如果是公司行号就是企业嘛 如果不是像学校呢 是算是算法人而已 但是他不算是公司行号 所以他就是属于一个机构 好 那如果是 所以的不是 哎 不是盈利单位的话 打这个统编 只是证明说 好 这个支出是这个单位 这个机构 呃 发生的 只是证明这样而已 但是如果是盈利机构的话 你打统编 他上面其实 呃 就会有所谓的呃 营业税 好 他就会打出来营业税是多少 好 所以这个营业税呢 呃 如果是盈利事业单位的话呢 这个营业税是可以抵 消 净向税额的 我们买东西一定要付税 支付 支付税款 好 支付营业税 好 那我们付的这个税 如果我是中间商 未来大家会可能会听到一些税务的 好 其实我说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谈过 我们学会计的人一定要了解税 因为会计跟税是息息相关 好 那我们呃 我们未来大陆有机会一定要去选修 跟税有 税法有关系的 好 商势法 或者是 哎 我们好像有 这次网友看到有同学 有大陆同学 修税务法规 啊 那个都是跟 税务法规就是跟税法有关系的 那商势法呢 跟企业经营有关系的 商势法包含了什么 公司法 好 票据法 呃 还有什么 证券交易法 好 然后还有 我们以前还有什么 海商法 保险法 好 这个都算是商势法 那另外的税 这些法跟税没有那么直接相关 那如果你要跟税有直接相关的 那就一定是修税务法规 好 那税务法规里面的税包含什么 好 这个即将5月份要申报的营业税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呃 一般的公司行号 1357911 好 单月份呢 大部分就是要申报营业 那一个 呃 刚刚讲说5月份要申报的是所得税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 是1357911 这个企业要申报的是营业税 好 就是这两个税是 呃 大概算是政府的最大税收来源 好 然后再来呢 另外有现在陆陆续续 如果你有骑摩托车 好 最近不是讲吗 这个税 这个什么 什么机关啊 监理所嘛 还是监理处 他不是追 追缴了 这个开始发出 呃 那个追缴 应该是汽车 机车 好 机车的牌照税 好 所以接下来因为我有收到 接下来要叫牌照税 然后牌照税之外呢 如果你有车子的话 除了牌照税 你还有个燃料税 然后呢 如果你有不动产的话 我们在讲 第九章也有讲过 我们不动产的话有 地价税 房屋税 好 这是每一年固定都会有的 好 你只要有车子 你只要有房子 每一年都要交这个税 好 这是基本上应该到这个地方 好 应该差不多 每一年固定的 那其他就是什么 你有交易 你有买卖才会发生的 好 比如说 你买卖的时候呢 你是卖方 你要交土地增值税 好 那当然 如果你有收到这个赠予的话 那你有赠予税 然后呢 最近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长荣集团 这个不是在增产吗 什么大房 二房 男生不要太花心 好 总而言之 就会 就会有所谓的遗产税 好 所以这些税不见得是每一年都有 因为你要有赠予 好 然后你要有所谓的发生了遗产的 这个继承 才会有遗产税 好 那这些税呢 就不是每一年固定会有的 那这些所有的税里面 大致这些税负里面 我们可以分成所谓的国税跟地方税 所以国税的意思是什么 小的这个税是归谁 归中央政府 好 比如说如果是 像所得税 营业税 还有土地增值税 我记得土地增值税也是 都算是什么 中央政府叫做国税 那其他呢是地方税 比如说房屋税 地价税 然后什么牌照税 燃料税 这个都算是地方税 也就是说收到了之后是什么 由地方政府来运用的 好 所以中央收得税 国税呢 它一定要什么 分配啊 所以前一阵子 哎 财政呢挺有趣的 所以他们讲统筹分配 好 那这个 这讲的有点远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 只要你念的是 跟商有关系的话 我觉得 你应该都留意到 这些的相关的资讯 好 那这些呢 这些的税 就分地方税跟国税 好 那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区分 还有对个这个 对个人来讲 比较有影响的 就是你要去了解的是什么 那我刚才讲 国税地方税 只是 只是 县市地方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 要去搞清楚 哪些税收 是归谁的而已 好 然后另外呢 如果个人呢 要去搞清楚的话呢 就所谓的间接税跟直接税 只是分类 间接跟直接税 好 那直接跟间接怎么区分 如果你可以 你付了 假设我是缴税的人 纳税 那个缴纳义务人 我只是缴纳义务人 但是我不是纳税义务人 也就是说 我先缴了 缴了以后 我缴了这个税以后 我可以跟我后面的人 后手 去跟他要回来 也就是说这个税 我是可以转嫁 现在虽然是我交的税 但是未来 我可以转嫁给我的后手 这种可以转嫁的税负 我们叫做间接税 所以像营业税算间接税 因为 比如说好了 超商 超商他的 他不生产这些东西啊 假设他不生产那个面包啊 他的面包跟谁买 跟他的上游厂商买的 所以他跟他买的时候要交营业税 他交了这个营业税呢 当他卖给同学 你们吃的早餐呢 这个税就是你负担了 好 所以 对于超商来讲 这个营业税 对他来说是间接税 好 那谁是最后的纳税 这个税务 纳税义务人 或者是税务负担者呢 就是各位 我们消费者 因为 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 我们还能够转嫁给别人吗 那不可能嘛 好 所以这个可以转嫁 跟不能转嫁 我们就来区分 直接税跟间接税 好 所以所得税是直接税 所得税是直接税 因为 根据你个人的所得去交的税 你这个税可以转嫁吗 不行啊 因为 这是你赚的啊 你的所得啊 所以你本来就是纳税义务人 也是缴纳义务人 所以缴纳义务人 跟纳税义务人 可能不同一个人 好 如果缴纳义务人 跟纳税义务人 不同一个人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间接税 好 总而言之 了解税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缺点 好 所以讲这些呢 我只是跟你讲一些 所谓的普通常识而已 好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 还没有直接关系 好 我只告诉你这些常识 那你要去了解 这些税 我说呢 税法 不管什么样 法 就是保障懂法的人 好 如果你懂这些 你其实 对你是有好处 没有缺点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第十章就会去谈到的是 销售税 就是 因为他没有去特别去讲 好 目前我们的营业税 算是加值行业税 也就是说 呃 你的营业税呢 就是有增加的价值的部分 才会去克税 好 譬如说好了 我也直接纯粹讲 让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 好 假设呢 生产那个 面包制作的人呢 好 他卖 卖了 卖价给这个超商 是卖一百块 好 我跟你讲 卖一百块 好 但是因为要缴营业税 所以他要加 五%的营业税 好 所以是一百 所以超商要付给他是一百零五块 好 但是呢 这一百零五块里面一百是他的成本 五块钱是他的净向税额 好 那现在呢 如果超商买进来这一百块的面包呢 他卖给消费者是卖一百二十块 好 一百二十块 他要加上一百二十块乘上五%的营业税 所以他卖给 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他卖的金额是一百二十六块 当然 你只会看到说 他上面就写一百二十六块 你就是付他一百二十六块 你看不到 他不会写一百二十块 然后另外 等你买东西的时候 再付钱的时候 再告诉你 你还在多付六块钱 不会这样子 好 那到时候呢 超商呢 他已经先交了五块钱给前手了 所以呢 他现在收到的是六块钱 所以他只要补缴一块钱 所以我们叫做加值行营业税 也就是说 这原来的一百块 我现在卖一百二十块 还是多了二十块 二十块乘上百分之五 所以我多付 我要再交一块钱的税 这个叫做加值行营业税 好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超商买多付的这五块钱 对他来讲就是 净向税额 好 这个叫净向税额 因为他买进来付的税 叫做净向税额 然后他卖出去交的税 对不起 他卖出去跟他的那个买方收的税 对他来讲他叫做销向税额 因为他卖嘛 销向税额 好 这两个税额呢 这个是在街坊 这个在代方 所以到时候可以护抵 然后看代方比较大 因为代方是六块钱 金项 这边是五块钱 所以你在补交一块钱给 他要结缴的时候 他申报营业税的时候 他就要交一块钱出去给政府 好 这是营业税 总而言之 大概就让你了解一下 那现在你是消费者 他通常 如果你 未来你去开 像我说了 你拿发票 这叫你去 超商也好像 那个书局那边的话 他如果从 直接从收银机打出来的 就是收银机的统一发票 那你也可以请他开手写的 有二连事跟三连事 好 那一般的个人拿的是二连事 二连事的统一发票 然后有三连事的 三连事呢 就是二连事就一张是 应该是 有两张 好 两张一张是那个卖方自己留的 因为他申报说要用的 一张是买方 他要开给你的 所以他叫做收纸银 好 那如果第一连 应该是什么 他叫做 纯 留底银 好 卖方要留着 他的这个 留着他到时候申报要用的 叫留底银 然后把撕一张给你的 叫做收纸银 你可以看看那个发票旁边都会有 这是第一银第二银 然后叫做什么名字 就这样而已 好 那如果你是为企业买东西 付的钱 他开的发票 通常他会开 他可以开三连式的发票 三连式除了刚刚的留底银 收纸银之外 他还有一个什么 扣底银 所以这是扣底银 好 所以就是 那个公司行号 他要申报营业税的时候 他必须用扣底银来申报 好 所以这个是 那个发票的问题 好 那就是税额 叫做营业税 好 那这边呢 没有特别去讲 这个营业税 但是他有告诉你说 销售所产生的税 那这个也是确定的负债 也就是说 因为你是卖了以后呢 你先跟前那个买方收了这个税 然后等到 我刚刚是不是讲 一般的公司行号是 13579 11要申报 申报的时候 你就是要结缴国库 好 就把你收下来的税呢 你是带 应该是说 你只是代收而已 好 帮政府收而已 所以最后 你还要交给政府的 所以这个时候 13579 这个单数月的15号之前 你要申报 营业税 然后 要扣 要讲那个 结缴的话 就是15号之前 你申报的同时 就要结缴 营业税 好 这是税法的规定 好 所以这个481 流动负债里面 就谈了四个 会计科目 那这里面有一个 Sales Tax Payable 应付销售税额 就是我们这边的所谓的 销项税额 好 好 我们先从课本上面来看 好 应付账款 当然应付账款 基本上它是没有所谓的利息的问题 好 那应付账款 当然我承认 所以大家还记得吗 讲应收账款的时候 我们讲有总额法 净额法 应付账款也是一样 我们有总额法 净额法 好 不管它可能流到 中快再跟你讲 那现在先谈一下呢 应付票据 票据 那票据就有可能 除了支票之外 本票 汇票 你都可以在票据上面 注载票面利率 好 所以这个课本上面的482页呢 应付票据就要讲 票据上面有 记载利率的话 那你怎么去做你的记录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做 第三章讲调整的时候很像 好 那请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482页的那个illustration 他说呢 这个香港国际银行 他呢 同意借10万块的港币 在2017年的9月1号 给CW Corporation CW这家公司 那CW这家公司呢 签了一张10万块的票据 给这个香港国际银行 好 然后呢 这张这个借款的条件呢 就是 或者是在票据上面 或者是 那个双方讲好的都没关系 好 就是说 这个借款的利率是12% 4个月后到期 也就是9月开始借 9月1号借的话 9、10、11、12 然后隔年的1月1号 付这个本金跟利息 好 那我说如果没特别讲 12月31号就是他的年度结束日 所以呢 在12月31号的时候 你就要去记载 这4个月 好 因为9月1号开始借的 9、10、11、12 这4个月你要付的利息 发生的利息费用有多少 所以10万去乘上票面利率12% 乘上12分之4 因为9月1号开始到12月4个月 所以算出来呢 它的利息就是4000块 所以在12月31号的时候 就借利息费用带应付利息 就是课本上面 课本上面的483页所写的 好 12月31号 没有特别讲年度结束日 好 所以就是12月31号 除非他有告诉你他的年度结束日不一样 那如果我说了在课本上面 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 原则上年度结束日都是12月31号 所以12月31号的时候 期末要编财务报表之前 我们要先做调整 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三章已经讲的 账务处理头上学期讲过的 好 所以12个月 4个月在利率12%的情况之下 借了10万块的话 这4个月的利息就4000 那1月1号他就还了 因为这个票据付款的 这个清场的日期是1月1号 所以1月1号就要付什么 10万04千 好 利息费用是上个年度2017年的 好 那我在2018年还的这个钱呢 是没有利息的 因为我在1月1号就还了 所以当然就没有利息 好 所以这1月1号我还的时候 我还了10万04千 好 其中有4千是应付利息的清场 好 这是 如果票据有面 票面利率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计算你的利息费用 再来就是你的销售税 好 刚刚讲过的 好 那销售税呢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课本上面的例子来看呢 他说也是在483页的中间 好 他说呢 举例来讲 假设呢 3月25号 好 然后呢 这个 colly 这家公司嘛 这家这个 卖了1万块的台币的东西 好 然后1万块的台币呢 假设它的税率是6% 好 所以呢 1万块的东西呢 他拿到的现金已经会超过1万块 好 因为他还要交6%的税 先收6%的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对不起 他这个是1万块是包含了6%的税在里头 好 我的税有外加有内涵 所以这个1万块就是包含了税在里头了 所以呢 他没有包含 对不起 所以他收到的现金是10600 他卖的销货收入是1万 但是他拿到的现金会是10600 因为他要帮政府先收600块的税 这600块的税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sales tax payable 应付销售税 好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台湾呢 我们叫做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 所以销项税额是一个什么 流动负债 因为到时候呢 如果我们讲说113579 所以你最多只有两个月就要搅裤了 所以它是一个流动负债 好 这个就是你的所谓的销项税额 或者是这边写的sales tax payable 好 应付销售税 那如果它是内涵 它如果告诉你 如果这个告诉你 这个是外加 那如果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 它 比如说好了 我买这个面包25块 它不会告诉你 你去交 你去付款的时候就付25块 那你的税是多少 销项税额是多少 如果你去买东西 然后呢是25块 好 25块很难算 250块好了 那依现在目前台湾税率是5%的话 那这个东西原来的真正卖价是多少 假设你现在是超商的那个会计 你卖了一个东西250块 你怎么记账 我收到现金就是250块 你怎么记账 因为你现在去买东西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价钱在那边 你去付钱的时候就付那个价钱 那事实上这个价钱里面就已经包含了 营业税 就是销售的税在里头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超商的会计 你卖了一个250块的东西 你怎么记账 我收到现金250块 我收到现金就是250块 所以我是debit cage 250 那我的代方一定是什么 seals revenue 那因为它有税的问题 那因为它有税的问题 说是还有一个sales tax payable 假设我的税率是5% 营业税是5% 所以你承认超过收入的金额有多少 250是除1.05啊 因为是250是包含我的售价加上5%的营业税嘛 所以是除上1.05 所以是什么 238 好 我的销货收入是238 而你238乘以5%就对了 好就是你营业税 所以你看是不是12块 好 所以跟你讲说你买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标价 上面写的价格都把税含在里头了 那课本上举这个例子是 一般来讲公司跟公司的交易可能它会税是外加 那如果你是消费者 你去看到的税都是什么 内涵 我说去买一个东西 牛奶100块 你就是付100块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超商的这个会计 你怎么记账呢 你不能借现金100块 带销货收入100块 不会是这样 因为100块里头有包含了营业税 所以你要把你的营业税把它怎么算出来 好就是营业税的问题 就是销售税 运付销售税 好 那再来呢484页 我们先把课本上面几个 给我们的4个流动负债的科目先讲完 那这些科目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好 On earned revenue 预收收入 好 那预收收入的话呢 但我们预收收入一定是什么 你先收到现金了 但是你还不能承认收入 原因是什么 你还没有履行完你的义务 也就是你该做的事还没做 那你还没有做完 你就不能承认收入 收入任务原则是什么 你要以赚得 好 要赚到了 你已经该做的事你做了 那你就可以承认收入 不是你该做的事还没做 你收到的时候呢 收到这笔钱 你是什么 你有这个义务 好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类似这样 好 我拿了你的钱 我就要 你跟我讲好 我同意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付我钱 好 但是我还没做 所以我叫做预收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好 他举例了 好 他预先收到一笔钱 好 他说呢 这个 巴森 这家公司呢 这是韩国的公司 卖了 卖了1万 1万张的这个 这个什么 足球的那个 足球的票 好 这是一季的 好 你们认为NBO今年那个 总冠军会谁跟谁打 蛤 你的运彩吧 你是说运动彩卷 没有 我只是 我还没有玩过那个运动彩卷 我只是在想而已 东区 东区会是谁 西区好像 感觉上西区应该是 勇士跟那个马赐会争吧 男生应该有在 应该有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吧 好 林书豪在哪一队 黄峰 黄峰 没错 好 王洁敏现在在哪一队 黄家 呃 陈伟赢在哪一队 蛤 马铃鱼 马铃鱼 这个我突然就有点忘记了 好 但是 好就是 给大家一点点不同的刺激一下好了 要不然大家都快要睡早了 有人还真的睡早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足球我就没有涉略了 对不起 我就 我觉得打足球很辛苦耶 场地那么大 我恐怕一趟都跑不过去就 就停了 好 好 那个 我们看一下呢 他卖了计票1万块 1万张 好 那1万张呢 他收到5万块的现金 好 那这个全部可以买 对吧 1场5万块 然后呢 一共有5场 所以呢 他全部收到的是50万的现金 但是这个卖了票 然后 但是你还没有 还没开始比赛嘛 所以呢 他是Unearned 好 Ticket Revenue 未赚得的门票收入 好 那再来呢 当我每一场完成之后 好 每一场完 就比赛完了 好 那我就可以承认 一场的收入了 所以一场有5 这个10万块 好 所以呢 我一共每一场完成 就8月6号卖了 那第一场比赛结束了 是在9月7号 所以9月7号 我就承认什么 把预收收入转为收入10万块 好 这就是预收收入的问题 好 所以只要你的预收 就是你先收到钱 但是你还没有履行完义务 所以你不能承认收入 当你履行完义务之后 你就可以转为收入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呢 课本上举的例子是 Current Maturities of Long Term Debt 就是说长期负债 即将到期的长期负债 好 我们说你只要12个月内 必须清场的负债 而且你清场必须动用到流动资产 或者叫做 你清场会是什么 牺牲掉企业的经济资源 要耗掉企业的经济资源 我们就叫做流动负债 所以长期负债 是超过一年以上 我们叫长期 那总有到期的时候啊 所以呢 即将到期的长期负债 我编表的时候就把这个负债 归类在流动负债 所以你不一定要去 不用改会计科目 比如说我签了一张5年的应付票据 好 2013年签的 今年2016 那太早了 我2015 2011年签了一张5年的票据 所以2011年的1月1号好了 12345 不行 今年也在2015年了 所以我假设2011年的12月37号 签了一张票据 然后再来2016年的 2017年的1月1号到期 2016年的12月31号到期 所以2011年12月37号 我签这张票据给对方的时候 我编表是算长期负债 因为5年之后才要还嘛 所以它是长期负债 所以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 都算是长期负债 但是2015年的时候 我必须把它分类 就编表的时候 就把这个应付票据 放在流动负债里面 因为我2016年的12月34号 31号就要还 那我编表是2015年的12月31号 所以只剩一年啊 所以它就符合流动负债的特性 这是长期负债 但是即将到期了 好 那我就必须把它重分类 重分类呢 不一定要写快据科目 你就直接把它编表的时候 就把这笔负债 放在流动负债里面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另外一个流动负债的 这个例子 就把这笔负债 放在流动负债里面